下面我们讲一下魔力视频编辑软件中 影片模板的运用 首先打开软件 软件启动好以后会有一个提示窗口 你希望做什么 我们选择使用影片模板 然后在这个下拉菜单中 我们选择一个模板 爱情故事 点确定 打开以后可以看到轨道上已经加载好了模板 在需要加文字的地方 它已经注明了文本1 文本2 文本3 我们只要把它的文字替换成我们自己的文字就可以了 在绘制小人的地方是替换素材的地方 我们把事先预备好的素材一一进行替换 我这里就是简单的替换一下 朋友们可以把自己事先精心准备好的素材 来进行替换 我是随便找的几张图片 就是起一个演示作用 好 替换完成 这里的背景音乐 我们也可以换成自己喜欢的音乐 我这里就不换了 咱们预览一下效果 咱们预览一下效果 然后再试一下 再试一下 再试一下 那点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我们还可以在文件新建项目 这里加载使用影片模板 简单替换一下 看看效果 感谢观看 效果相当震撼 最快捷打开电影模板的方式是 直接在界面上找到电影模板 然后双击这个模板 自动就倒到轨道上了 有了这影片模板以后 我们进行视频编辑更简单 更快捷 尤其对刚刚接触视频编辑的朋友来说 不用花费大量的时间去编排 就能做出效果精美的视频作品 所以说 魔力视频编辑软件 是既专业又操作简单 易上手的视频编辑软件 这一节我们讲完了 谢谢聆听 感谢观看